第五千六百九十七集 天启至尊听着魔女讥讽的声音 却是淡淡摇摇头道 我知道这一次 我的确草率了 但行事逼人 我也只能兵行显招 我不能让死神的权柄 落到外人手中 我知道你一定想登上荆棘王座 取代我的位置 其实我可以让给你 只要你能帮我复苏海王摩尊 荆棘王座是死神教团 巅峰权位的代表 既是三十三天神术之一 也是一件顶级的巫无神器 目前由天启至尊执掌 魔女听到天启至尊 居然肯让出荆棘王座 就为了复苏海王摩尊顿时大惊 柳眉紧咒 满脸不理解道 为什么 你复苏海王摩尊 也只不过为他人做嫁衣 平白无故给自己找一个主子 很好玩吗 我们死神教团夺得死神权柄 自己敬畏死神不好吗 何必要拱手让人 天启至尊叹了一口气 目光透着无限的沧桑 仿佛有千般无奈 万般因果 他又摇摇头道 罢了 我今天便跟你说说 说一说一些隐秘的真相 你明白之后 就会站在我这边的 这番话说完后 天启至尊便照出了一张座椅 孤独而落寞 颇有些凄凉的 坐在魔女的面前 他照出的座椅 完全是荆棘编织而成 布满了尖锐的道次 那竟然就是传说中的荆棘王座 无数天地的荣光 主神的威严 浩瀚的法则能量波动 环绕在这张王座之上 只不过此时的天启至尊 却没有以往那般 宰割心河般的气魄了 他十分的孤独寂寞 败在叶臣手下之后 也显得十分的失魂落魄 魔女心中一领 却不知天启至尊 所说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他秉退左右 又挥出道道符文 封锁虚空 隔绝一切天机痕迹 然后再开口问道 说吧 到底是什么真相 天启至尊坐在荆棘王座上 并没有运转灵气护体 任由那些尖锐的道次 刺穿自己的皮肤 渗透出鲜血 他也不在乎 他的目光带着一丝 亘古的苍凉道 你可知道 海王魔尊的身份 魔女一愣道 海王魔尊的身份 他不就是前代死神 是天魔星海的气灵吗 曾经是 沿海天尊的手下 后来又背叛 被沿海天尊所镇压 天启至尊道 四大至高神器 天魔星海 炎黄地印 天罪古剑 天地金轮 只有天魔星海 诞生出了气灵 其他三件神器 都没有气灵 你不觉得奇怪吗 四大至高神器 都是诸神伟大幻想的造物 拥有着最为纯粹的法则 因为幻想造就的东西 所以一般来说 是不会诞生出气灵的 气灵是气物的灵魂 但幻想造化的东西 是不会额外诞生灵魂的 幻想本身就是灵魂的碰撞 但偏偏天魔星海 就是诞生出了气灵 你不觉得奇怪吗 听着天启至尊的话 魔女也感到了一丝奇怪 但她摇摇头道 无无时空 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有 一个气灵的诞生 又有什么稀奇 天启至尊道 你有没有想过 那天魔星海的气灵 并不是自主诞生 而是有人在背后布局 听闻此言 魔女顿时毛骨悚然道 什么布局 海王魔尊从诞生开始 就是天地主神级的人物 有谁能将天地主神 当成布局的棋子 天启至尊点点头 又摇摇头道 罢了 我直接告诉你吧 那海王魔尊 其实是 极道魔尊的幻想身 极道魔尊因为种种禁忌 不能离开自己的领地 所以造化出这一尊幻想身 他拿自己当棋子 这幻想身 也寄托了他九成的力量 他要殊死一搏 统欲诸天时空 再重新回到星空彼岸 天地主神 就是无无时空修炼体系的最顶点 不存在比天地主神 更厉害的人物 除非是终极中的终极 这世间 也没有谁有资格 拿天地主神当棋子 除非是天地主神自己 海王魔尊 是极道魔尊的幻想身 魔女愣住了 他自然听过 极道魔尊的名号 传说那是混沌天魔一族的无上主宰 是主神巅峰级的大人物 一直隐藏在幕后 从来没有在世间显现过力量 此时魔女听天气至尊说 海王魔尊居然是 极道魔尊的幻想身 自是无比震惊 是的 混沌天魔 其实最初的时候 并不是混沌天魔 他们是最为辉煌的星空神族 他们是诞生自星空彼岸的伟大种族 但后来 他们不幸沾染了黑暗 只能从星空彼岸逃出来 他们万古以来 都在极力阻止世人 踏入星空彼岸 因为那彼岸的世界 已经被污染了 充斥着无尽的业障与污秽 天魔星海与之相比 都纯净地宛如仙池 谁要是踏足彼岸 谁就会被黑暗侵蚀 最终堕入永恒的黑暗之中 不得翻身 便如他们一般 他们自身受过苦楚 便不想让世人再受苦 那星空彼岸的世界 不是极乐 而是噩梦 天气至尊语气苍凉 叙说着古老的隐秘 魔女呆住了 只感到不可思议的 教主大人 你 你疯了 这就是你所说的真相 星空彼岸是噩梦世界 你听谁说的 天气至尊道 是海王摩尊告诉我的 他就是极道摩尊的幻想身 他告诉了我 关于星空彼岸的真相 当初我因为铸造 人黄圣刀 耗尽了生命元气 只能投身黑暗 活出第二世 是海王摩尊给了我心生 我因此创立死神教团 便是要将它复苏 魔女脸皮剧烈地抖动一下道 不 教主大人 你被那海王摩尊迷惑了 他所说的东西 肯定是假的 并不是星空彼岸的真相 如果那就是真相 为何我连一点的 天气感应都没有呢 天气至尊摇摇头道 因为那是最高的天气 是不可言说的禁忌 没那么容易感应到 你坐上我的位置吧 你或许就能窥见真相 说完 天气至尊从荆棘王座上走下来 默默凝望着魔女 魔女看着那荆棘王座 那是他梦寐以求的宝座 但此时此刻 他却是犹豫了 不敢坐上去 去吧 天气至尊说道 魔女在犹豫片刻后 终于还是一步步 走到荆棘王座前 然后坐了上去 终于坐上了 这张梦寐以求的王座 但他并没有什么喜悦 他只感到悲凉 在坐上王座的瞬间 他视线开阔了许多 隐隐之间也窥探到 至高无上的天机晋机 那是不可言说的 亘古隐秘 关于星空彼岸 关于终极 他好像看到了一颗血红的大眼睛 在默默凝视着他 那是终极的血眼 带给人的压迫 比起任何天地主神 都要强烈得多 我没骗你吧 星空彼岸就是噩梦 海王摩尊想做的 其实就是统一整个无无时空 联合无无时空所有强者 一起杀取星空彼岸 清理污秽邪恶 让彼岸从一片恶梦 真正成为极乐净土 那是他的夙愿 只不过这个愿望 终究没有实现 他就在九神争霸的战争中 陨落了 他还保留善心 让手下的混沌天魔 去阻止世人 窥探星空彼岸 免得世人遭受恶梦的反噬 我一直想复苏他 让他完成未尽的愿望 带领我们去星空彼岸 扫清一切污秽 建立一片真正纯净极乐的世界 那也是我的愿望 到那时候 我应该就可以隐退 继续打铁炼器 我最初也不过是一个炼器师罢了 天启至尊语气愈发的苍凉 并没有什么天地霸主的豪情气魄 只是一个渴望归隐的老头罢了 魔女沉默了 作为无无时空的修士 他自然也和千千万万修士一样 渴望窥探大道的终极 但现在所谓的终极世界 原来只是一场噩梦 这个真相足以让所有目睹这一幕的人 都为之道心破碎 精神崩溃 不 这不是真相 或者说 这只是真相的一部分 并非全部 我坐在这个位置 看到的星空彼岸 所谓的污秽 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落 还有更豪大 更无际的疆土 魔女不敢相信 她抬头望向了深邃的虚空 目光仿佛穿透重重时空 看到了最神秘的星空彼岸 在那片星空彼岸中 她看到天国净土的梦幻气象 那应该就是世人所追求的极乐了 只是那彼岸净土 却有一个角落 布满了黑暗污秽 因为那些黑暗太过浓烈猙獰 太过惹人注目 所以反而让人忽略了 更广阔的光明 天启之尊摇摇头道 你看到那些剩下的净土 其实只是空壳罢了 在那空壳下面全部是污秽 魔女喝道 够了 不要再说了 其实什么星空彼岸 我根本不在乎 我只想要杀无阻 天启之尊看着魔女那颇有些猙獰的表情 只是轻轻摇头 他知道 杀无阻是魔女的夙愿 但作为一个修士 抵达星空彼岸 同样是魔女的愿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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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